江老师 你的第一个论点 是不是说因为很爱 所以不应该轻易做分手 也许你找到我一个破绽 但是其实我的第一个论点 我讲的就是你的破绽 对 答应我 答应我 我终于拆了很快 小发 我终于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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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起来了吗 是 起来了 她是天灵盖打开了 对 你这是佛光冲天 还是醍醐灌顶 还是这是什么 什么事 不是 我就在乎一个事 这段能讲了不 你猜 就是以你对奇葩说的了解 你猜 会单独播放 OK 来 我们打开天窗说样吧 她刚刚是在开屏吗 老师 诱惑吗 好 我叫阳光明 如果觉得这个名字不好记呢 分享给大家我的本名 我出生在河北保定 所以在户口本上我的名字叫 冉宝生 希望各位可以喜欢宝生 谢谢 难道拿钱就叫啃老吗 我们没有啃过父母其他的资源吗 啃没啃过人脉 回家办事的时候 看个病的时候 能不能帮忙找找人 啃没啃过时间 以后结婚生子了 孩子是不是父母可以过来带一带 是吧 到钱 你们就说不行了 太奇怪了吧 在现金面前突然来了自尊 这是什么 这不就是上层烧报纸 你糊弄鬼呢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 非常的奇妙 他的名字叫甲方 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些非常玄幻的要求 比如 字体在放大的同时缩小一点 这个黑色能不能在五彩斑斓一些 这个高大上气质的同时 能不能添加一些接地气的味道 以及甲方的杀手锏 四个字 感觉不对 这个时候 你用毒心术读他的心 发现心里只有三个大字 缺心眼 这就是傻子烧开水 咔咔冒傻气 谁也不懂谁 因为有些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关于人际关系 很多人说 我有了毒心术 是不是可以在人际关系当中 成为一个善解仁义的好人 我觉得 善解仁义是肯定的 但能不能成为一个好人 那可就未必了 想一下 毒心术 我们读到了别人心底最深层次的隐私 但是这个时候问题来了 我们知道别人的秘密的时候 我们会选择做什么 说 这世界上最不靠谱的一句话 就是 你放心 这个秘密我绝对不告诉别人 有多少的秘密 都是在这句话的谎片之下 变成了广播 到最后 我在我周围的朋友当中 活成了一个大巴婆 所有的朋友 对于一个巴婆是什么态度 是又怕又躲 甚至是恨 我就是屎克狼打哈欠 什么意思 臭嘴一张 对事不对人什么意思 就是 只看事 不看人 那老板的特质是什么 目中无人 他本来眼里就没你这个人 说这话干嘛 就是为了让你面对他的攻击 没有生气的权利 因为他对事不对人啊 你生气就显得你不专业 这一季大王说了一个非常高级的词 叫什么 情绪自由 为什么你一句话就给我噎住了 你本来就要骂我 你还不能让我生气 你还用这句话绑架我 如今说 这是遮羞布 程老师说 这叫裹脚布 没错 这不仅叫裹脚布 这还叫拿裹脚布当口罩 什么意思啊 说话一臭 臭一道 我是先后语女皇 谢谢 有一次徐老师变了 有一会儿我发言还蛮不错的 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我喷过火 训过瘦 徐老师下台之后 拉住了我的手 跟我说 高明 我对你肃然起敬 一个教授跟我说肃然起敬 当时我的心情 就像是掉到水里的屎克浪 飘了 徐教授后来又说了一句话 说许吉如虽然淘汰了 但是你是我们对唯一一个能说女性论点的男性变手 某种程度上来讲 你就是一姐 我这个人别的没有 就是爱当真 徐老师你说我是一姐 我就做你的一爹 哈哈哈 好痛 快 老师孕妇放是什么 想不出来 小孩子气 哈哈哈哈 妈老师妈老师来 瘸子放 歪门邪气 哎有了歪风邪气 密解 矮子放 接地气 差不多是什么呢 低声下气 哈哈哈 康永哥 白不经放 空是来风 什么空是来风是的 那不是白骨洞放主 白骨精化比较满满妖气 徐老师 最后一个 玉皇大帝放名 大气 那是一些气管的问题 非同反响 你看证明了什么 作为一个体验都知道 出身很重要 对吧 你就会发现 西后宇这个东西 确实斑马的脑袋 头头是道 所以我今年是希望 能够靠我自己的努力 把西后宇能够发扬光大 好 我觉得跟福地摩谈恋爱 体验太差 没有想得到的福 只有吃不完的苦 我买车 他说弟弟还没车 我买房 他说弟弟还没房 我结婚 他们家送我一大队联 上面写着 互助互爱好伴侣 恒心同德 福他弟 横踢 功德无量 翻过来 他弟弟的银行卡号 这叫什么 这都叫 赖蛤蟆打哈欠 好大的口气 我上一个前任 还是我学生时代的事了 他能评价啥 冉高明 一个爱用钢笔的阳光男孩 你们看下现在的我 一个爱用眉笔的彩妆男孩 唯一没变的就是男孩 用他说 既不客观 又没实效 这种评论叫什么 这就叫 屎克浪喷香水 不值一问 当然对于我这种 滞销货这个软件 更加刻薄 我要想开张 我就得花钱搞营销 给自己挂一大堆联 冉高明 色香味情 包您满意 薄力多销 让您趁心 横批 欢迎光临 我是什么 爱的野味吗 到最后是既没成家 人民币也没少洒 光见钱少 不见人来 软件心疼我 送我一官方认证 撒币男孩 这叫什么 光着不拉墨 转着圈儿的丢人 这个软件 既不改变滞销货的行情 反倒让我增加了 一个烧钱的途径 我不支持 饭馆点评 谁点评 顾客点评 顾客点评是什么 是有人爱吃 有人不爱吃 这个东西最起码 叫一个客观性 今天你们四个人 把这个听给我说破了 前人是什么 就是不合适的那个人 这单个饭馆里下什么 就是我今天想找一大 穿菜馆 问谁 问那个不吃辣的人 你觉得这家穿菜馆怎么样 老补鸡吃黄脸 思考不吃 教练们说得好 你们知道 现在吹捧的门槛 有多高吗 中文英文一边套 现在流行的是古文 我给你们读一条 何以为师 鹤发银丝应日月 安心热血 卧心花 听得懂了朋友们 这种发言在奇葩说 怎么也是 结变水平了吧 我有什么资格跟 我唯一有文采的 就是写些后语 马上跟上 说得真对 老师真高尚 您真是 癞蛤蟆吃牡丹 心里美啊 你也觉得老师 跳我像不像癞蛤蟆 跟大家说 思考问题 要从原点开始 为什么把孩子送到学校 就是因为自己教不了 现在怎么了 想用自己的语文水平 去讨好一个语文老师 这叫什么 这就叫蝙蝠身上绑鸡毛 你忘了自己是个什么鸟 作为一个正常的老师 不会通过家长的表现 去判断一个孩子 但是会通过孩子的状态 去看待一个家长 所以对于那些 想要跟风拍马屁的家长 我奉劝你一句 作为一个语文老师 一首小诗送给大家 问曲哪得清如许 曲说 你先管好你自己 成就一个孩子的 从来不是群里 对老师的好评 而是让孩子从小就知道 靠他自己 他也能行 所以 如果当你还有 想要跟风拍马屁的 想法的时候 作为语文老师 另外一首诗送给大家 保持好自己的独立和平静 孤舟 梭丽翁 没事别跟风 变了体验这个题 我还特意去带了一天娃 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没有什么比做父母 更能击亏一个人的自信心 击垮一个全职爸爸的时刻 只需要一个 孩子想喝母乳 哇 那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苦涩 我就抱着孩子干着急 然后到哪都是母婴室 母婴房 母婴车厢 我倒是有个婴 但是我确实不够母 我也进不去 站在门口 我就像你老母猪塔大来 进退两难 就算进得去 人家母婴室 是为了母乳喂养准备的 别的妈进去可以喂奶 我抱着孩子进去干嘛 许愿吗 各位老公们 现在觉得事业不如伴侣 想要回家证明自己 请问年薪百万的家 有咱们发挥的空间吗 家务干的不如保姆 做饭做的不如厨师 学习做的不如我们的作业帮 到最后只能在家刚着 这叫什么 这就叫 没壳的王八店桌脚 硬城 这就要长得像各位女强人们 你都回不了家 你有时间陪孩子吗 你下班了 孩子睡了 你上班了 孩子没起 你跟孩子互动的方式 都是通过手机 孩子刚学会走路 你视频观看 孩子刚学会说话 你语音聊天 到最后孩子收获了什么 在成长的道路上 一个全职爸爸 和一个电子妈妈 而且 你孩子也没有诗可以读 上学了别的小朋友读 慈母手中线 你孩子被 慈母叹不见 悲哀不悲哀 是吧 各位太太 这又是什么感觉呢 这就叫 癞蛤蟆吃兵 寒心哪 同龄人都过得比我好 不如换一批身边的同龄人吧 真的 这个题就是三个大字 反应慢 你说你们 是第一天认识身边的同龄人吗 一定不是 人家努力的时候 你看不着 他过得好了 你干着急 癞蛤蟆跳牙 你这会儿想当蝙蝠侠了 我的队友都是艺人 而我靠这些东西 成为了一个 手艺人 而且我也非常之努力 你知道唱跳不行 就要搞人设 我本人什么都不会 最后靠着 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文凭 成为了本团的学历担当 我的人设 叫博学 听说过博学爱豆吗 我干过最荒谬的事 是在一个跨年直播的后彩 给大家做了一道数学题 答案是1688 祝全国父老消息一路发发 神经病 我现在想想 那个团到最后 就是被我活活搅黄的 这叫什么 这就叫 屎咯郎进汤碗 冒充糖朝小栗子 朋友天天找你哭 不一定是让你提供什么解决办法 但我觉得最起码要用不互弄 来表达一个我们认真的态度 好朋友天天找我 当然是他失恋的时候了 不然呢 他热恋的时候天天找我干嘛 三个人 逗地主吗 我们不如换一个问法 好朋友失恋了 从来不找我 我慌了 能不能邀请他来哭 这个是不是更值得换一下 还是不是朋友了 对吧 太奇怪了 天天找我玩 我从来不累 天天找我哭 我立刻疲惫 同喜可以 同悲不行 我太难伺候了吧 这叫什么 这就叫屎克朗坐太师椅 臭板架子 找你哭 已经是最好的发泄方式了 失恋了之后找你大哭 总比失恋了之后 找你大吃要抢吧 一人分手 俩人变肥变潮 这叫什么 癞蛤蟆吞鱼钩 自作自受 作为这个场上最能哭的男选手 人称奇葩说梦江牛 给大家科普一些知识啊 来 查阅了一些资料 连续哭一晚上 可以消耗1060卡路里 相当于静走15公里 15公里啊 你才能再去那个社 这还是哭吗 这是你姐妹向你发出的一份先提邀请 赶快加入她 把负能量变成减肥 要和你的姐妹激情对哭 梨花一枝 春带雨 燃烧我的卡路里 偏偏哭 就证明她已经糊弄不了她自己了 那我们作为朋友 就更不能糊弄她了 不如让她想开点 对吧 虽然我们的人生 不能像对面的三位一样 可以红 但最起码我们能被绿 说起来 也是生活很有颜色了 而且要帮她树立一个正确的自信 以我们的长相 收入文化水平 以后失恋的机会多着呢 太弱着呢 那再来说了 你说我真的挺烦了 能不能糊弄图个清静 我劝你也别 在失恋的问题上 糊弄只会让场面更加失控 你说你咋糊弄呢 你这个朋友在这哇哇地哭说 怎么让我的男朋友回心转意 你说 努力 继续哭 那我们老千人怎么办 你说 时间会给你答案 最后你朋友绝望了说 我的归宿到底在哪里 你笑着说 傻瓜 风里雨里 庙里等你 你觉得好漂亮吗 越哭越凶 我跟大家说 这时候的糊弄像什么 老母猪啃瓷懒 什么意思 满嘴的破词 如果你们以后难过了 可以大胆地来找我 井上添花 我可能会学习 但雪中送炭 我染高明 一定会打 我可以陪你哭 而且我不怕累 今朝有酒 今朝醉 明天 是 三一天 谢谢 大家都知道我的悲剧吧 我在这样的年纪 花样的年华 看看场上这些人 个个靠着惊人的能力 成了精英 而我靠惊人的脱发能力 活成了蒲公英 我现在终于听到了那首歌 蒲公英的约定 他唱的不是甜甜的恋爱 他唱的是我秃秃的脑袋 你说这样的建议 是不是看了不亏 我们在面对选择的时候 会犹豫 是因为我们看不清 选择背后的信息 我们分辨不清 所以我们更害怕承担代价 而见识 让我们在选择面前 变得更加的从容 它拨开了我们选择背后的迷雾 增加了我们的选项 也提升了我们的判断力 曾经没有见识的时候 我们只知道鱼找鱼 虾找虾 今天见识多了 发现癞蛤蟆可以取青蛙 大兴手为了提高效率 发明了不用睡觉药 你支持投入使用吗 而且它是永久免费的 对不对 免费 没有副作用 你为什么不支持 这和你排队去免费领鸡蛋 有什么区别吗 你说这边的人 又没逼着你必须领 你可以不领 但是你别掀我的摊吧 对吧 这不是餐饮兵菩萨 过得也太没人味了 你可以不吃 但你不能比我们想吃 这个药是什么 这是神丹 大家想一下 我们现在熬夜 别人会跟我们说什么 熬夜伤身 月亮不睡你不睡 医院等着你缴费 现在有了这个药 没有副作用 通宵成了宝剑 你再也不用睡觉了 这个药这种神丹 能够让你在不睡觉的同时 还能保持身体健康 这叫什么 这叫老太太爬楼梯 不服不行 其实这个节目呢 奇葩说 第一季我就来过 这个舞台上的很多人 都是我在这个节目里的 同龄人 然后我就一直追 我七八十都七季了 我来了五次 然后我就一直追 你知道追不上的时候 人会有一种 特别奇怪的心态 你会陷入一种困境 你要不然恨别人 你要不然恨自己 我有一度是真的很讨厌 这个台上的人 我讨厌他们 为什么离我那么远 我讨厌我自己 为什么拼尽全力 也追不上他们 他们很多人 我都有微信 第一季就加了 他们在我的那个列表里面 叫好友 但是他们在我的心里 叫目标 然后我追不上嘛 我就想 那我就模仿他们 既然大家都喜欢他们 我 他们会讲逻辑 我就模仿他们的逻辑 他们会方言 我去自己 学一个塑料普通话 我觉得如果我像他们了 我是不是有可能 就追得上他们了 我是不是就可以 让观众喜欢我了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我在第四季 奇葩大会的时候 被骂上热搜 被全网群抄 其实那些没有伤害我 那最让我难过的是 马老师当时问了我一句话 他说高明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很多人 倒没有看到你 我回家的路上泪流满面 因为我心里知道我在哪 我在追赶别人 我在他们的影子里 我成为了一个奇葩的艳品 我弄丢了我自己 我后来无助思地想 为什么喜欢舞台 喜欢掌声 喜欢大家的笑容 是因为归根结底 我希望得到大家的确定 确定我自己 我在模仿那段时间 也得到过确定 但是我没有办法确认的是 大家的笑声到底是 在肯定我 还是在肯定什么 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我去年海选的时候 说了一个喜后语 全场放声大响 那一刻我觉得 让你们开心的 是我自己 不是别人 我在这个节目上 一直带着两个名牌 这个牌子就是 四年前的 奇葩大会留给我的 我一直提醒自己 不要忘了当年那个 因为追赶别人 而迷失自己的 那个燃高明 这个牌子的背后 藏着的就是当时 那个在模仿别人的我 四年前 我那次后台 我对着镜头说 我想再来这个舞台 我想跟过去那个不成熟的自己 说一声再见 今天了 我想对那个放弃追赶别人 努力做自己的我 说一声谢谢 第一季 我在电视上 认识了他们 第四季 我在拙劣地 模仿着他们 第六季 第七季 我告诉自己 崇美了他们 我依然很拼命 我依然很努力 但是我没有模仿任何人 我的前面 没有任何人挡住我的光 我叫燃高明 谢谢 现在进入自由交火阶段 来吧 徐瑞 刚才说睡觉是因为困才睡是吧 不然呢 早上起来赖床吗 你不是已经醒了 不困了吗 谁说我不困了 我说我不困了还是要赖床 我之所以赖床 不就是为了抵消我那个困意 因为我意识还不清醒 还没苏醒 所以我在床上 多赖了几分钟吗 徐瑞 你如果得鼻炎 你会怎么办 去治啊 对 你不会把鼻子割掉 所以你睡眠有问题 应该去治睡眠问题 不是把睡眠去掉 睡眠有问题的原因 是因为有睡眠 一个是你的器官 一个是你可以割舍 我问你 徐瑞 你刚才散播的是说 我们没有梦境了 可以创造梦境 对吗 我告诉你 创造不了梦境的人 给你多少时间都创造不了梦境 能够创造梦境的人 睡觉也不能创造梦境 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接触生活 给你更多的时间接触生活 就是本质上 让你有更多的时间 是吗 有多少小说和多少文艺作品 取材于梦境 告诉我 有多少小说和文艺作品 本来在你该写的时候 但因为你忙碌的生活 和压倒你的睡眠 已经没有写下去 你告诉我 我们童年都有过创作的梦想 不是吗 都有过表达的欲望 不是吗 是什么割舍了你的造梦空间 你应该学习的是时间管理 支持不代表必须比你吃 对不对 对 如果我想吃 你凭什么告诉我不要吃 这是作为人 按下暂停键的唯一的选择 就是睡眠 我告诉你 按下暂停的方式有很多 你还可以喝酒 把你打晕吗 喝晕也可以 为什么要打呢 这个要么初衷是为了提高效率 如果今天他说不是为了提高效率 让你睡眠的时间 晚上那个时间可以用来干自己的事情 我们就觉得不会来 是要干自己的事情也有效率 他会让你来工作 他提高的不叫工作效率 提高效率 他只有提高效率 你为什么要提高玩的效率 告诉我玩的效率怎么提高 玩的效率就要提高 你没有做到过四点 真的在那个蹦迪的音乐下 也能睡着的悲惨经历了 我好想嗨 但我真的不安 就是因为你把你该工作的时间都 又来蹦迪啊 不是 如果我吃了药 我可以边工作 边蹦迪 我可以在蹦迪的地方动作 累好困是两个概念 我现在给你吵枪 我恨你但是我不困 你那叫累好不好 那不叫困好不好 累了自己 对呀 我就跟你说累好困是两个概念 累好困是两个概念 对呀 所以我相对了困 我没相对累啊 你没相对累 但是你刚才说了 你刚才说了不累的 你刚才说了不累的 你一会就说回踩 回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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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高明把头发扔给他 高明 有害的观念和过时的观念 有没有区别 当然有区别了 但是都要交流啊 所以你刚才讲的 封建明星是有害的观念 而不是过时的观念 对吗 他是既过时又有害 太奇怪了吧 对 那所以你面对没有害 但是过时的观念 你不会比赛 还会闭嘴 对吗 不会 我也会比赛 因为让我父母来看一看 我的新观念是什么 不必要求他军循我 但是要他看一看 为什么新观念 不能用过沟通来解决 而一定要用比赛来解决 我可以用沟通来解决 但绝不能用闭嘴来解决 好 我来告诉你 不 对方一直在混淆 沟通和比赛的概念 我来告诉你 沟通就是我要听你说的 什么地方是对的 我能够理解的部分 但是比赛是我要发现 你什么是对的 我要怼回去 比赛和构同完全不同 比赛就是你说的错 我要告诉你什么是对 但你不一定要同意我 比赛的目的不是要求统一 比赛的目的是让你看到 我们的不同 你可以自己再做选择 我发现了 高明跟他的妈 不是说为了过时的观念比赛 他们就是喜欢比赛 吵架 你们不是比赛 你们是娱乐活动 你跟你妈搞娱乐 我一点都不反对 正方时间到 但是我们也不是说比赛 就一定要激烈 可以用语言 可以用行动 不说 做给他看 一样是一种证明的 比赛方式 对 太热起来 先反过一下 毕竟我对面是一个变手 他跟我们说 你买衣服不也是跟风吗 好 我们来说一下 明星的同款 我是跟风 但跟风的原因 是因为我真喜欢 但不好意思 我买的晚 可是今天在家长群里 跟风 是我不喜欢 但对不起 我好无奈 以及变手最爱干的事情 就是夏定义 看了好几场比赛 我呢 作为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人 给自己做了一点工具 叫新华词典 我们来看一下 吹捧和赞美到底有什么不同 吹捧 违心地夸大 有目的性 磁性 贬义 夸赞 又对美的事物 由衷地肯定 无目的性 褒义 好了 一会儿对面再打定义 记住我这句话 这个是新华字典说的 来 开始我的理论了 我觉得不跟风 因为有些风跟不上 容易中风 你们知道 现在吹捧的门槛 有多高吗 中文 英文一边靠 现在流行的是古文 我给你们读一条 何以为虚 鹤发银丝应日月 担心热血卧心花 听得懂吗 朋友们 这种发言在奇葩说 怎么也是 节变水平了吧 我有什么资格跟 我唯一有文采的 就是写些后语 马上跟上 说得真对 老师真高尚 您真是 癞蛤蟆吃牡丹 心里美呀 你觉得老师 看我像不像癞蛤蟆 我跟大家说 思考问题 要从原点开始 为什么把孩子 送到学校 就是因为自己教不了 现在怎么了 想用自己的语文水平 去讨好一个语文老师 这叫什么 这就叫蝙蝠身上绑鸡毛 你忘了自己是个什么鸟 人啊 贵在有自知之明 所以不要跟 教主更荒谬了 说没关系 我可以复制粘贴啊 你用复制粘贴的吹捧 却希望老师 可以给你孩子 独此一面的照顾 真的有点荒谬吧 就像什么 投资小 回报大 我告诉大家 这不是传销就是欺诈 薛兆锋老师听到了 都会很害怕 然后这道题啊 我选择了这个持方 是因为我真的 有点事情可以讲 我觉得在场的各位啊 确实需要一个 中小学老师 跟大家分析这道题 看一下场上的各位气质 是谁呢 就是我 没想到吧 我本人曾经在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 大水牛机电市场任教过一年 我来跟各位认真地说说 这个事到底是什么个情况 家长群 你们以为是一个吗 是一颗一个 语文一个群 数学一个群 英语一个群 英语小课组可能还有一个群 你今天跟风 是不是咱们得雨露均沾 你啥事也别干 天天在家等手机 孩子在那写作业 问你 妈妈妈妈 你在干什么呢 你跟他说 妈妈呀 在等风来 这个厉害啊 你很闲吗 看看你的孩子吧 他在写作业 他真的很累 老师已经下班了 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 就是其实 家长真的不要在群里刷存在感 作为一个老师 我更希望在教育孩子 这件事情上 各位家长有参与感 不要做群里的好家长 要做孩子教育路上的好老师 接下来就要说 为什么要吹捧老师呢 不就是怕遇到那不好的老师吗 那我告诉你们 对于坏老师 跟风夸耀没有用 你不如吓他一跳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大家小时候 有没有遇到那种 特别细心的老师 愿意了解一下 各位的家长是做什么的 有啊 我妈特别酷 我妈直接说 您别问了 有一天您需要我 您家一定摊上大事 那我妈真正的工作是什么呢 一名重大疾病医疗保险的销售人员 那对于我这样的一个正常的老师 我要负责地告诉大家 拍马屁真的是一场财难 一个老师要管三个班 一个班有66个学生 群里就是132个家长 264只手 三个群就是将近1000只手 三个群就我这么一匹马 就我这么一匹马 全部都蓄力待发 哎 双臀难敌四掌 各种方我面对的千手观音 一人一掌 我这屁股当天晚上就能拍出包将 而且往往是成绩越差的孩子家长 那个马屁拍得越小 你知道我作为老师 看到他们在这尬吹 老师辛苦了 我心里想废话 我当然辛苦 你孩子考那个成绩 我没个轻松 你有这个时间拍马屁 为什么不能看看孩子的学习 对吧 作为一个正常的老师 不会通过家长的表现 去判断一个孩子 但是会通过孩子的状态 去看待一个家长 所以对于那些想要跟风拍马屁的家长 我奉劝你一句 作为一个语文老师 一书小诗送给大家 问渠哪得清如许 渠说你先管好你自己 最后 这个群到底是为了谁 家长群为的是那个 没有在群里的孩子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我在那边教书的时候呢 班上有一个小孩 非常费 那个屁股啊 可以出现在除了椅子的任何地方 我就批评他 我让他给我写检查 第二天 我收到了一份连笔字的检查 和一份穿胃腊肠 然后那个小孩就跟我说 老师 你收了礼物 是不是就喜欢我了 那个小孩就这么高 你知道作为老师那一刻 心里很难受 因为你发现 从这个孩子的认知里 他能不能受老师喜欢 与他无关 而且在他的视角里 我也是一个爱收礼的老师 我跟大家说 其实每一个孩子心里 都有一个小盒子 装着的是他们的敏感和自尊 而能够让孩子很小就知道 让他通过自己的努力 获得他人的欣赏 才是家长能给孩子 最好的礼物 所以那天我就骗那个小孩 我说这不是给我的 这是家长放在我这儿 让他们让我给你的 今天你表现好 它就是你中午的家餐 于是呢 那天课上 我的课堂就多了一个认真听讲的团号 那一刻 他捡回了他自己的自尊 而我作为老师 也捡回了我的自尊 成就一个孩子的 从来不是群里对老师的好评 而是让孩子从小就知道 靠他自己 他也能行 所以 如果当你还有想要 跟风拍马屁的想法的时候 作为语文老师 另外一首诗送给大家 保持好自己的独立和平静 《孤舟梭丽翁》 哎 不是 对 孤舟 哎 孤舟梭丽翁 没事别跟风 朋友天天找我 当然是他失恋的时候了 不然呢 他热恋的时候天天找我干嘛 三个人 斗地主吗 我们不如换一个问法 好朋友失恋了 从来不找我 我慌了 能不能邀请他来哭 这是不是更值得怀疑一下 还是不是朋友了 对吧 太奇怪了 天天找我玩 我从来不累 天天找我哭 我立刻疲惫 同喜可以 同悲不行 我太难伺候了吧 这叫什么 这就叫 屎克朗做太师以 臭摆架子 这样的友情 要不得 我跟大家说 你要想糊弄 何必要等到听累了呢 既然听了 不如坚持到底 对吧 等他挺过来 这就是你让他当牛做马的机会 我跟大家讲 好朋友的崩溃 就是你日后 敲竹杠最好的机会 所以坚持 就是胜利 第一个点 第二 我真的觉得 找你哭 已经是最好的发泄方式了 失恋了之后 找你大哭 总比失恋了之后 找你大吃要抢吧 一人分手 俩人变肥变丑 这叫什么 癞蛤蟆吞鱼钩 自作自受 还有人要吗 而且 作为这个场上最能哭的男选手 人称奇葩说梦江女 给大家科普一些知识啊 来 查阅了一些资料 连续哭一晚上 可以消耗1060卡路里 相当于静走15公里 15公里啊 你本贼能队出这个数 这还是哭吗 这是你姐妹 向你发出的一份 先提邀请 赶快加入她 把负能量变成减肥 要和你的姐妹激情对空 梨花一枝 春带雨 燃烧我的卡路里 天天哭 就证明她已经 糊弄不了她自己了 那我们作为朋友 就更不能糊弄她了 不如让她想开点 对吧 虽然我们的人生 不能像对面的三位一样 可以红 但最起码我们能被绿 说起来 也是生活很有颜色了 而且要帮她 树立一个正确的自信 以我们的长相 收入文化水平 以后失恋的机会多着呢 太多着了 那接下来说了 你说我真的听烦了 能不能糊弄图个清静 我劝你也别 在失恋的问题上 糊弄只会让场面更加失控 你说你咋糊弄呢 你这个朋友在这 哇哇地哭说 怎么办 怎么让我的男朋友 都会新专意 你说努力 啊继续哭 啊报不了钱 怎么办 你说时间会给你答案 最后你朋友绝望了 说我的归宿到底在哪里 你笑着说 傻瓜 风里雨里 庙里等你 你觉得好得了吗 越哭越凶 我跟大家说 这个时候的糊弄像什么 老母猪啃瓷懒 什么意思 满嘴的破词 糊弄其实 起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 它其实是一种虚幻的关怀 它是真实的疏离 今天我的朋友已经失恋了 被他的对象甩了 那我作为朋友 如果我也把他甩了 他是什么 印度甩饼帮 他既感受不到温暖 同时倒是感受到了 给你添麻烦的愧疚 让他承受着失恋 和给朋友添麻烦的双重痛苦 我还是个人吗 姐妹失恋了 那可不是来活了 天天叫我保生公主 那我今天就给你做一回主 这年头 我虽然遇不见王子 我还不能遇见几个王总吗 因为朋友失恋 他已经失去了爱人 如果这个时候 再让他失去我这个朋友 那他还活得下去吗 我要让他知道 如果你的爱人不靠谱 我靠谱 因为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伴侣和朋友 是我们唯一 可以自己选择的情人了